大家好,我是对妈 我们在扁织毛衣肩部的时候经常会用到银反 如果银反的方法不对 银反完以后呢 它的肩部这一块呢 它是不平整的 让整肩织物看起来很别扭 我这个小样用的是无痕银反法 你看它银反完以后 它是找不到痕迹的 特别的漂亮 下面我就举起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方法 我已经从前扁织过来 约了五针 这五针就是我们要银反的针 一次你打算严反几针 就在这儿留几针 接下来我们把织片翻面翻过来 在这儿挂一个记号扣 在这个线上呢挂一个记号扣 接下来我们开始往回织 往回织的时候 我们把第一针正常的滑下去行了 不要织它 接下来其他的针我们正常的织过去 织完了以后 我们把织片翻面 翻到正面来 接下来我们又往回织 距离上一次这个银反 还有五针的时候 我们就不织了 再织一针 接下来我们把织片又翻面 在这儿刮一个记号扣 把它呢 弄好了以后 我们把第一针和上面是一样的 把它滑下不织 接下来呢 我们就正常的往回织就行了 后边就按照这个方法吧 需要引返的针呢 引返完 引返完了以后 我再回来给大家演示一下销行 现在已经引返完了 接下来我给大家演示一下销行 我们把前面这五针织完 织完了以后 我们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把这个线圈呢 我们把它敲在这个左边针上 接下来我们把它和这一针呢 进行合并 两针一起 织一个下针 接下来我们正常的织过去 直到这个引返的这个地方呢 我们又把这个记号扣取下来 再把这一针呢 调在左边的针上 然后把它和前面的这一针呢 一起织一个下针 这就是销行 大家看一下 这个呢 它是没有痕迹的 特别的平整 这个方法我就分享完了 今天就分享到这儿 这就是销行的